可是刚刚有出现一个状况 按资料剖析 它会出现这个东西 而且蛮讨厌的 你一定要确定它才会资料过来 如果你按取消会怎样 它就错掉了 所以容易造成错误 那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也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 让它不要出现 其实在VBA里面可以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你要让聚集 录下来聚集 能够更加完善的话 那你可以再用VBA的方式 去修改聚集 那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其实为什么会跳这个东西 基本上这个东西 在Excel里面 它叫Alent Alent的话就是 中文意思是讯息提示方块 那如果说我要把它关掉的话 它是由Excel管理的 那Excel在VBA里面 有个物件名称叫Application 所以Application这个物件 你可以跟它讲说 请你帮我把这个Alent的显示 给关闭就好了 所以怎么去修改 我特别主要这个地方 你只要一进到我们刚刚录的这个 就是所谓的资料剖析 有没有 刚刚这个录制 我想我就不重新录了 应该都会 然后只要在这个资料剖析的 这个Sub的下一行 按个Tab好了 一样按个Tab 然后我们就直接在这边 跟他讲说 你帮我呼叫Excel 那我刚刚讲 Excel在VBA里面的物件名称叫Application 这个字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实际上这也不难记 其实我们手机的App 就是这个的缩写 APP有没有 就是应用程式的缩写 Application 实际上这个Application 他好像打错了 Application 打错了 OK Application OK 那怎么知道有没有打错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Application打完之后 按个点 如果你点下去 有清单出现 那恭喜你表示你字没拼错 但是如果像我刚刚不小心 我比如说多打一个T好了 有没有 其实说真的 有的时候 如果你有点闪光的话 那你有可能看不出来 或者你有点老花的话 其实有点年气的时候 你点下去 他不出现 那表示说你自拼错了 就这样子 OK 不会有其他原因 所以特别是说你不要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程式怎么打都对 因为主要是我的一些习惯 他自然就会排除掉一些错误发生 有没有 你会发现 而且我只要告诉各位 有没有 像我打字一定打小写 如果移开 他会变大写 那第一个字会变大写 表示你打对 可是如果你移开之后 他还是小写的话 那表示你自己也是拼 所以这也是一个一招 OK 那所以我刚刚 字如果没有拼错 把这个改成小写 然后application 电 那你会发现 其实application Essail能做的事情这么多 A到Z A到W 这么多事情 那其中有一个是他会管理什么 要不要开启那个 那叫Alan 那要不要开启的话 在Essail VBA里面有固定用法 叫D-Displace 你大概打一个DI 有没有 其实一只手拿着一个文件 其实就是一些相关的设定 那这个设定里面 你会把DI 这边不是有个Displace Alence 有没有 那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决定 要不要开启 后面等以后 等于的话 就一个开关出来 意思是说 你要不要重新设定一下 这个要不要显示的相关设定 我预设是True 所以会跳 但是我刚刚讲说 如果要把它关掉 很简单 把它改成什么 Force Force就是关掉的意思 那如果关掉的话 试一下 就这一行而已 移开 A会变大写 大写 表示OK了 好 关掉了 那关掉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其实就这样一行 意思是说 请Exail帮我把显示 这个Alan的功能关掉 这样就OK了 好 那我们就 有点画龙点珠 当然你这一行不加也没关系 只是说一直就跳那个东西 当然你看了也会觉得心烦 而且以后你把这个功能 拿给别人看 人家也会觉得你怎么 这东西什么东西 你还要解释说 没有这我用录制聚集录下来 所以他这个怎么关 我不会 我讲这也没有 好 没有 那倒不如你就把它关掉 你知道我的意思 然后呢我们试试看 刚刚会跳 现在会不会跳 有没有 不会跳 清楚 感觉好像 比较专业一点 有没有 不然的话刚刚感觉好像有点 对 自己每次又按一下 又觉得心很虚 其实 不过至少有啦 有跟没有还是有落差的 如果有还可以更好 那就更棒 所以其实这边的话 主要是怎么样 把那个alarm关掉而已 就加这一行而已 OK 其实不用特别背 其实像我的习惯就是 不用理解的 那个东西其实就一个alarm 要不要显示的话 就displace displacealarm 等于false 不过特别注意 在那个eSale里面 有很多这alarm 这个alarm就是会跳一个 讯息方块视窗提示 那如果你现在把它关掉的话 以后任何地方 其他地方该跳也不会跳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这边把它关掉 记得你在and sub 这边上面一行 记得怎么样 这样一个tab 把它再打开 会比较OK 等于true一下 意思就是说我在这边先关掉 然后我这边一定要再把它打开 OK 不然的话 它以后就一直是关闭状态了 就跟你修电灯一样 你要先灯先关掉 等到就是修好之后 把它打开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最后一行 再把这displacealarm把它改成true 也就是它要跑之前先关掉 要最后再把它打开 OK 大概就这两行 其实是同一行 我们这样的话 按下它清除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这一题大概就是用 主要是利用那个资料里面的资料 剖析来完成 记得第一个动作一定要先选 这边 有不要放这边 你不要整栏选 选一个就好 Ctrl 去为向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多一行 其实就多一个画龙点睛的效果 也就是说以后 聚集的录制 就是跟VBA之间 其实是有一个怎么讲 就是说有些不会写的 那你用录制的 但是有些你会改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直接去修改 那个聚集里面的东西 再来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录完的东西 也许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到底它帮你录了什么 那以后的话 其实很多地方 录制下来的东西 其实也都可以从聚集里面 去再去做修改 然后不用重写 也可以马上变出你要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聚集 不是都不能改 里面蛮多地方都可以再修改的 OK 所以你就不用傻傻的 每次要用就录制 每次你不用 你录一次以后就可以拿来一个 算是样板吧 然后再来做修改 也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152 截取长宽高的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是用利用资料剖析 再配合录制去集